我平常運動後最容易出現的酸弄部位是 腿後肌跟肥骨外測肌 一開始就是因為不是硬 因為它硬在轉動 然後我是很怕癢的人 然後就是差不多五分多鐘之後 就覺得好像慢慢的習慣 那它也可以就針對我就是酸痛的地方 我幫我把它就是排除那些酸痛的感覺 這樣 對 不一樣的地方是 因為滾頭它是比較 你可以隨你的部位 然後去做別的位置的變化 這樣子 可是滾頭它必須可能要由你身體上重壓 它才有那個效果 你自己身體要一直動 所以可能某些不會像我常常滾背 可能我的腰力什麼都要很好 那腳側面的話 我手臂比較支撐整個身體 肌力可能也要夠 不然有時候 你可能弄個不到五分钟 你手臂就帥了 那這個的好處是 它就是會自己動 你身體動就好了 那機器不動 它的滾頭自己在動 你可以隨身體拿來 是有需要的部位 然後就做變化 這樣 不用像滾頭的是你 一下弄 可以像用到變化 3-1 平常運動後最容易出現的痠痛部位 嗯 我平常運動後最容易出現的痠痛部位 是 欸我忘記了 背部外射擊 好來開始 欸 靠北